哈喽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孟婆,今天孟婆给大家介绍一部美国惊悚悬疑电影《夺魂锁》,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两个同性恋学生将自己的同学杀害后,为了炫耀自己的成果,但是最后被识破的故事。 电影开始,伯兰顿和菲利普是一对同性恋,同时他们俩也是哈佛毕业的高材生。这天,两人邀请了朋友戴维来家里做客,可等戴维来到家里后,两人却联手用绳子勒死了戴维,并且将尸体装到了一个像棺材式的大箱子里。 伯兰顿非常地兴奋,他们为自己完成了一场完美的谋杀而洋洋得意,为了追求更多的刺激,疯狂的二人决定邀请戴维的父母以及他的未婚妻和老师来参加宴会。 他们把装尸体的大箱子盖上餐布放上竹台,打算让大家在那上面用餐,威尔逊太太第一个到达,坐贼心虚的菲利普十分紧张,慌张地想把作为凶器的那根绳子藏起来。 伯兰顿却举止大方,丝毫不紧张,他认为绳子不过是很普通的东西,随意地将绳子放到了厨房抽屉里。 朋友肯尼登第二个到达,他丝毫未察觉异样,还笑着跟伯兰顿说他觉得这个布置像一个告别宴会。 这时又来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女生珍妮。 珍妮和肯尼登原本是情侣关系,后来分手和肯尼登的好朋友戴维在一起了。 他和戴维都快订婚了,本来如此尴尬的关系,两人不该见面,却被伯兰顿故意叫到了一起。 珍妮得知伯兰顿是故意的后非常生气,但是也不好说什么,只能继续参加宴会。 这时教授卢伯特也到了,卢伯特刚进门就敏锐地发现了伯兰顿的异常。 因为据他了解,伯兰顿兴奋时说话总爱打劫,并且在几人谈论到杀鸡时,菲利普更是反应异常的激动。 卢伯特故意跟众人畅谈他的荒谬观点,他说谋杀对于大多数人是犯罪,却是小部分高等人的艺术与特权,一年里需要有一个扼杀的季节。 伯兰顿十分赞同他的看法,戴维的父亲肯特里对他们这些非人的观点感到生气,因此本来气氛融洽的谈话也被中断了,很快宴会变在期待中开始了。 这个时候,威尔逊太太无意间对卢伯特谈起了今天伯兰顿和菲利普二人的种种反常行为,他们以前安排宴会可不像会今天这样糟糕,起疑的卢伯特开始不断试探菲利普。 菲利普只好用弹琴掩饰慌张,在卢伯特的逼问下,他露出了不少破绽,这个时候珍妮发现同样被邀请参加宴会的戴维还没到场,而戴维平常一向都很准时的,宴会很快就结束了,客人们也陆陆续续地离开。 就在卢伯特要离开时,威尔逊太太去衣帽间给他取帽子却拿错了,卢伯特看到帽子内有DK的字样,那是戴维的帽子。 卢伯特一切都明白了,看来戴维已经遇害,众人都走后,博伦顿二人准备处理戴维的尸体。 然而这时他们却接到了卢伯特的电话,卢伯特撑自己的烟盒落下了,要回来取一下。 这让菲利普更加紧张,折返的卢伯特不再和他们兜圈子。 开门见山地说出了关于博伦顿他们是怎么杀害戴维的猜想,意外的是他的所有猜想都正确,如同福尔摩斯附体一般。 这时之前还言之凿凿的说下等人应该被谋杀的卢伯特却开始指责博伦顿,并说自己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随后卢伯特推开窗户,向窗外开了三枪,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此时博伦顿和菲利普也意识到他们的罪行已经公布于众,而他们也将难逃法律的制裁。 这部电影相比一些恐怖的场面,更多的是一场心理上的较量。 所有的情节都仅仅是在一个房子中完成,但是却毫不乏味。 一个镜头从头到尾,更是给足了观看者想象的空间,而且一开始就让观看者得知凶手是谁。 相比于一些最后揭晓谜题的电影,这样的剧情更加新颖。 好了,今天的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